感情感困惑 我现在觉得不是他在照顾我 而是我在照顾他 作为他来讲 他想找一个年龄比较大的 事业有成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也真的在努力 我希望他能再做一次机会 不要分手 这个事变得非常复杂了 你要变成一个女人要求的那样一个男人 他得花多大的精力呢 五位老师你们能够帮他变身成功吗 要看看你们的本领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主员公小时34岁 来自北京午夜学历粉色 女主员公莉莉24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化妆师 她的学历是粉色 来有请 好了 欢迎两位 你男朋友比你大十岁是吧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很有介绍的 当时觉得他比我大十岁 应该说事业挺稳定了 他没照顾我了 然后这样就同意了 那你觉得34岁的这个男人够成熟吗 特别好高物远 不成熟 好吗 没有一点责任心 好高物远怎么解释 不成熟又怎么解释 没有责任心又怎么解释 还有呢 还有推卸责任 就比如说他这工作他不干了 他说他为了我不干了 哦 还喜欢 事实是为了你啊 事实是为了我 他那个工作辞了之后 他去我们的老家开饭店 我不同意他去 他没经过同意就把工作给辞了 你没有经过姑娘同意就把工作辞了 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在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因此这样我才把我自己的原有工作辞掉 完以后上他们家那边开了一间烧烤店 我说北京压力大 我是想激励他让他好好工作 多挣点钱 但是他不是这么想的 他就一味的他自己把工作给辞了 去那开烧烤店 他辞完工作之后你们俩干嘛了 那我就劝他呀 不让他去呀 但他不听啊 然后他已经把钱给取出来了 也找朋友借了几万块钱了 都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 就是他筹集好了 去你老家开店的资金 对 你不得不去了 那你可以不去啊 但我觉得他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就想支持一下他 然后我就跟他一块去 那你现在干嘛埋怨他呢 他去我们家那的 去了两个月 他地儿都没选好 到他们老家去做生意 你并没有做市场调研什么的 我也做调研了 只不过就是说 其实我选的那个地儿 我觉得也挺好 它是一个洗字楼边上 我开的这个店 烧烤店比较有特色 是烤羊腿 在他们那边没有 所以 但是你一开始 其实并没有在当地 做市场调研 对不对 对 他都没调查好 就去了 而且他两个月过去了 他房子都没租下来 后来我爸一看 就实在 就两个多月了 然后你钱花得差不多了 你该准备了呀 就帮他那个 把这找好店面 给他租下来了 你爸去给找的店面 对 我帮你找的 当时急了 都说 怎么这么没有得人心呀 你说干了 你就抓你去做呀 然后就给他找好了 找好之后 然后就准备那个 注意板凳 然后需要的展柜之类的 然后把这些准备好了之后 就告诉他 你赶紧弄备链 你赶紧备你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他就保证特好 行行行 我弄好 但是我确实在准备了 我也没有不准备啊 是 后来又跟我说 钱不够了 缺钱 我说那钱不够怎么办 他说那你办信用卡吧 就刷信用卡 对 勉强地把这生意开起来了 就信用卡 人不是催账了吗 然后他开始能还得上 到后来还不上了 还不上之后 人家找家里去了 然后我爸特别生气 不得已就把这钱 就帮他还上了 店现在怎么样了 店现在不干了 不干了 对 干了多久啊 干了快一年了 赔了多少钱啊 几乎全赔进去吧 大概多少 嗯 二十多万 你们家有没有赔钱 当然赔了呀 赔了多少 就帮他还了信用卡那钱呀 多少钱 六七万吧 好嘛 小三十万反正给你折腾了呗 是这意思吧 你干不了这生意就别干 对不对 你不对呀 他是为你才去干的呀 他为我不是这么想的呀 你说一个女的 他谁不想自己的男朋友 多挣点钱 能够撑起一个家呀 虽然说女的也得挣钱 但是这男的不应该多挣点吗 更应该撑起这个家吗 就两个人互相合作呀 你为什么你嘴里老是钱钱钱的呀 那当时我跟你交往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这样过呢 我当时工作很稳定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说过这些 他从来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上 跟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些事情 我是一个北京人 我为了他大老远的八百里地 我去到他们那边 我也不想陪我 在他那边将近一年了吧 成天我的耳朵里全是钱 钱 你为什么不挣钱 其实我真的在努力 他没有看着 你就现在觉得他比较物质 对不对 我觉得太物质了 成天又要这个又要那个 我也曾经我是承诺过许多 他承诺了一些东西 他承诺给你什么呀 就比如说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说 咱们过一段时间买辆车 我给你买辆四十多万车 但过一段时间就说咱甭买四十多万 咱买二十多万的吧 但过一段时间之后 二十多万也没买 所以咱买了十多万的吧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买 你不生意赔了吗 那生意赔了 那谁让他去那做了 今天有很多亲友也被你们带来了 是吧 我们首先请出女方的大姨 来有请 你好 我是他大姨 我今天是叫 莉莉回家来 骗子了 你相信他 骗子 他怎么会骗子呢 你问他 骗子我们家多少钱 六万多 家里边就那么多钱 大姨 您别生气 你别叫我大姨 我不认识你是谁 大姨 我真的在努力啊 我现在 谁能相信你 回到北京的时候 我现在回来了 回来我想找一份 我相信他 找工作吧 做生意吧 不省 你能干什么啊 你还想找我们家莉莉呢 你配吗 我真的对莉莉 有真有感觉 你感觉 感觉什么感觉 我真的很爱莉莉 小时的母亲也来了啊 我估计你妈心里挺难受 来我们有请小时的母亲 来有请 你好你好 来站住 今天我听我儿子在这 我实在有点看不下去 你还看不上来 我儿子就因为他 离开北京了 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就看我们家儿子是北京人 说这个什么好处啊 要房子没房子 要钱没钱 其实我不是因为 他是北京的 我才跟他在一块 我是开始觉得 他是人挺好的 你听听他说 他 他们家出了六万块钱 你拿多少万 我们家出了六万块钱 东西西 你这样说 骗了 借的是最后谁还啊 拿我们家里 钱都抗 钱都抗 谁还 连账都没抗 别吵了 这还没结婚呢 你们两家人就吵成这样 这结婚 谁是他结婚 美了 可以啊 不结不结 我早就不想让结 听出来了 两家家长的意见 您是不同意的 是吧 对 您代表他的父母 也是不同意的 现在就是目的说 得了 回来就回来吧 就这样了 哦 谁那干不好 又赔钱 主持人 我母亲身体不算太好 我心脏不好 您回去吧 怎么了 谁没个难 谁没个坎儿 小伙子想跟这姑娘 好好过日子 去家里面做点生意 家里人帮着照顾 打理一下 你看他那个样 能吧 干什么什么 不气死 您回吧 你先下去 我们跟两个孩子聊一聊 好吧 那好吧 我特别想问姑娘一句 当你的大姨 这样面对你的男朋友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其实我也挺不好受的 我们客观地 把这件事情 再重新地梳理一下 他是鲁莽了一些 对不对 但是他的心 是不是好心呢 那么兄干嘛呀 咄咄逼人 还有你哭什么呀 34岁了 我觉得付出太多了 谁让你付出的 自己愿意呗 我是看不懂他们这个情感了 还是听你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来吧 瞿总 你先说说吧 我想先跟这个男生说说 你34你比我小 不光长得显小 你就这么流眼泪 而且刚才你在台上说的每一句话 都非常的没有力量 如何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呢 两方面 第一方面 你的责任感 你这种责任感不是空话 说我爱你 我喜欢你 不是 你要用你的行动 来证明看 这个女人 她择偶 她要的一种安全感 你能给她 另外一个生存能力 我觉得你有一些好高骛远 你没有清楚自己到底能做什么 自己擅长做什么 或者做哪些是可以帮助到这个家庭的 你去盲目的 很盲目 你就追随她到了她的家乡 然后去开了一个 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一种尝试 这种尝试我们要考虑投入产出笔的 要考虑一个我们承受的能力 程度的 倾其所有去尝试一件事 你不觉得这是你不成熟的表现吗 所以你要脚踏实际的 不要太好高骛远 从最根本做起 好不好 用你的行动来证明 你是可以给她这个女人 以及她家庭一个安全感的 你是一个有责任 有能力的男人 这个女孩 我可能能理解 你们现在对她的态度 基于你们其实为此付出了 很沉重的一个财务的压力 对不对 但是咱们把财务和爱 两方面来看 你还爱这个男人吗 其实我挺喜欢他的 那你会因为暂时的这个财务上的损失 你会抛弃他吗 其实我要求挺简单的 我就希望他不再这么 就是好高骛远 不再这么冲动 成熟一些 然后把自己的事业搞好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小了 面临的事情很多 我就希望他能够就改善一下自己 其实在这方面 你比你将近大十岁的这个男人 好像还要更成熟一些 我的做的一点错都没有 就是我也这么想 你觉得人家把家里一点钱全拿来了 然后找这姑娘 肯定是特别喜欢她 而且想跟你在一起 我知道他为什么哭 他肯定他觉得他 虚啊 你看我都为了你 你看你们家人还都说我 肯定心里特难受 生活当中 其实就选择的过程 没准我今天选择对了 那我今天就对了 没准就给你买上那四十万的车了 那他没选择对 那你连四万块钱的车也没坐上 那有什么呀 生意不就这样吗 对赔了咱们再赚呗 对啊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男孩三十四岁 他应该有一定的判断力 我相信这个女孩也是对他说 我可以原谅你一切一切 但是我需要你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对任何事情有一个正确的 对得起你这个三十四岁 我是觉得这个男孩 这个方面可能有点弱 那么导致这一切一切 事情的一个恶性循环 我相信他大姨 包括他还有他妈 他们家人 我相信不会说因为这个男孩 真的是不会做生意了 怎么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对他有意见 或因为六万块钱是这样的 我相信不会有这样的家庭 只是因为他的判断力 跟他的年龄不成正比 我是这么认为 我跟他差不多同年 但他长得比我嫩多了 只是我一直觉得 你俩没问题 他为了女孩花那么多钱 他跑到他的老家 他说明确实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他 这女孩虽然一直好像是蛮厉害的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指责 他要他还钱 没有说要他还钱 没说要还钱 女孩一直没说 女孩的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改掉以前那些什么冲动的毛病 是吧 好好找个工作 这个是很正常的要求吧 你们两个有问题吗 你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外部 然后我们来梳理一下 这个男生可能是一个小男人 或者说不是特别厉害有用的男人 他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他在这个女孩面前有强烈的自卑心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 自己说的挺好 说我以后能买车 以后能买房 也能理解 可能说的有点好过头了 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女生会觉得 那你骗我吗 是吧 那个你的车 你的房呢 然后这个男生觉得 我之前的话说大 那怎么办呢 他觉得我在北京这边 怎么发展 都可能达不到你要的物质要求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你的自卑感夸大了他的物质要求 他的物质要求可能没那么大 在这个时候 你觉得在北京可能做不到这个 然后你就决定孤注一掷 赌一把 把所有的钱都砸到 女孩子那边去 他想的很好 我在女方那边 是吧 当着你爸妈面事做成了 在那边给你买房 在那边给你买车 都给你爸妈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心 但是没想到砸了 你知道马云砸过多少次吗 你知道曲总在做副总裁 之前砸过多少次吗 你知道涂雷老师今天成为著名主持人之前 他经历过多少事情都砸 我跟你说 我被债主逼在家里面 欠人钱不多 就是过年的时候堵在家里面 也都经历过这种事 其实我想跟这个男生说 听了他半天 他对你要求不设特别多 两个字 靠谱 那什么是靠谱呢 我告诉你 有正确的计划 有赚钱的能力 有坚持的勇气 有收拾残局的责任心 你做好这四点 就是一件靠谱的事情 有很多问题必须确认 所以我问到南方三个问题 第一 你说你一直在努力 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据台本上写 你并没有努力 电子不是你选的 去了两三个月以后 一直是玩也没有去做有关的筹备工作 锅碗调盆什么都不买 是不是这样 因为第一次开店 有可能有些东西 没有经验 但这是最基本的 你开店 你要过碗瓢盆 你都不知道 这是最基本的 没有要求你很高 一定要一直做生意 一定要成 你既然认认真真去做一个东西 你该做的东西要做 你电池 你得去选 什么考察之类的 你不懂 我不说你的 过碗瓢盆 你都不买 你看什么店 第二 吹牛说大话 有没有说过 说买四十万的车 买什么电脑 有没有说过 我给他买了一个笔记本 好 你有多大能力 办多大的事 男人稍微吹点牛 也可以理解 第三 三十四岁的年纪了 既然打算要结婚 为什么不存钱呢 台本上说你 每天就是拿钱 在外面花点酒店 是不是真的 有能我回来 会跟我的一些好朋友 因为熟人多了 好办事嘛 所以 好吧 这我也理解你 我不认为成熟 是到了三四四岁年底 一定要有很大的成绩 我所指的成熟 是到这个年龄 你应该懂这个年龄应该得上 至少看到你努力的状态 其实刚才 他大意上来说你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愤怒 我都骂得太惨了 这 但你真的是一个该骂的人 男人三个特点 最不好的习惯 你全粘到了 吹牛皮 不靠谱 好高五远 其实生活当中 有一种男人 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就是你这种男人 他有激情和浪漫 他可以为女人 掏光最后一个铜板 但是这种人却 永远没有责任 和恒心坚持下去 所以你永远只能 给别人带来激情与浪漫 带来不了幸福与美好 你是有一颗爱他的心 但是必须付诸于实践 你头顶着梦想 但必须搅鎖大地 而且最后 我还有一句话送给你 说你小男人 说你的性格 有的时候 这种习惯哭 委屈 不够自信 一个男人 如果要成功的话 不要让自己的性格 驾驭了自己的能力 要不然的话 你真的一事无成 要用你的能力 去驾驭你的性格 你才能够理性地 对待任何事情 比如说 你对他的承诺 比如说 你将来工作的步骤 比如说 你将来对于人生的 打算再比如你 对于你母亲的孝顺 这个姑娘 我觉得你得想 她的出发点 她的出发点 是爱你 当她最低谷的时候 她失败的时候 如果你真爱她了 你理解她 帮助她 姑娘 小伙子是 喜欢吹点小牛 确实脚踏实地性 差了点 你既然那么成熟 你带着她走 你教她 也行啊 我记得 涂老师在这个现场 说过一句灵言 很多时候 比我们小 很多的女人 她们其实能 给到我们很多 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经验 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她夫人比她小 但是她说 她夫人教会她很多 她一直就此感激 所以她得出了个结论 所以说年龄不代表成熟 你成熟 你带着她走啊 你不愿意 你可以走 想好 你们自己表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黄金六十秒 莉莉 我 真的会努力下去的 请你相信我 虽然是有时候 有些大话了 但是 经过这些老师的 一些话语 我也明白了 请你带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努力做到的 相信我 其实我对你 也挺有感情的 其实你这样 我也挺难受的 就我真的希望你能改 不再这么不成熟 我会改的 我真的会改 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完以后 慢慢的发展 努力 希望能陪着我 我其实不怕苦 我就是希望你能努力 你能真的说得到 做得出 不会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请亮灯 我又想劝你别哭吧 我就想起了另一句话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 请回吧 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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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要不然你们抱一起 咱就订婚也行 你们相信我这一次吗 都不愿意回 行还是不行啊 怎么着 定还是不定 我看还是考虑清楚吧 回去考虑考虑吧 我真的 但是他是真的 他真爱你 真的丫头 既然他没有想好 怎么着 那你回去 真的他对你可好 你像个男人一样的 你把他抱着 站到那订婚台上 不就完了吗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这个被抢来的求婚时刻 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来 加油啊 我会努力的 我真的会努力 我会为女人改变 我会成出家 我希望你真的能赶 肯定的 加油我好 因为我不知道你求婚能不能成功你知道吗 没让他们上来啊 拿着 那个戒指单拿着 好 回去谢谢你们啊 这是杰利亚为你们订婚送的杰利亚套装礼盒 这是天津东尼佩吉钻石给节目嘉宾订婚送的一个这个钻石哈 姑娘 很正式的一件事情啊 答应她的求婚吧 你打定主意了啊 OK 来 有请大姨 您可以祝福 也可以不祝福 其实啊 小孩的事吧 只要他过得好 咱爷 就认了呗 就冲大姨这句话 干个人样出来 行吗 行 您祝福一份 祝福你们和和美女的 是 小大师的 哎呀 谢谢大姨啊 谢谢大姨 大姨是妈妈的 哎呀 这会儿怎么见不如飞的就上来了呢 妈 谢谢妈 大姨和妈把这个戒指给他们吧 好不好 谢谢啊 谢谢两位长辈 来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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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位回吧 大夫 你要是不好干 你多对不起图磊老师他们 谢谢主任 谢谢在场的 专家们 谢谢你们 来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